正直言言夏日 口腔溃疡患者泛滥 由于各种美食的诱惑 很多口腔患者忘记了忌口 导致口腔溃疡复发 口腔溃疡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痛苦和烦恼 痛得让人们无法吃饭 睡觉 甚至说话的时候都很痛 为了尽快地减少病痛 快速治疗口腔溃疡有什么方法呢 1.步骤斜杠方法将少许白糖涂于溃疡面 每天2-3次 2.蜂蜜可治疗口腔溃疡 晚饭后用温开水竖进口腔 用一勺蜂蜜 最好原汁蜂蜜 敷在溃疡面处 含一一两分钟 在咽下 重复二一三次 第二天疼痛及减轻 连续治疗两天及基本痊愈 或是用筷子占风一一滴 涂于口腔溃疡处 能在两小时内见效 最好是晚睡前涂于患处 含在口中 早晨起床能疼痛减轻许多 一日数四 效果更好 3.将大蒜表皮死掉 去包裹蒜瓣的透明薄膜 敷在口腔溃疡处 4.维生素C片可致口腔溃疡 1.口含维生素C片 坚持几天 就能致好口腔溃疡 同时可兼致慢性咽炎 2.取1-3维生素C片 盐成碎末 覆盖在溃疡面上 不到10分钟即可解除疼痛 不出半天就痊愈了 这种治疗方法效果比较显著 5.含浮华素片 每次1-2片 每日3-4次 6.多池西红柿 7.用云南白药外敷口腔溃疡霜面 1日2次 一般2-3天痊愈 8.浓茶嗖口可治疗口腔溃疡 茶叶中的茶丹宁具有收敛作用 能促使口腔溃疡面欲和 同时 茶能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 9.吃栗子可治口腔溃疡 每天坚持吃一点 起初吃熟的 后来吃生的 效果更佳 10.六味帝皇丸能治口腔溃疡 从六味帝皇丸上取一小块放在患处 把嘴壁一锦约10分钟 这样做了两三次 口腔溃疡自然就好了 11.用棉棒占取少许冰棚散 涂在患处 虽然感觉有点苦 但坚持二至三天后 窗口即可愈合